Hey Siri,用AI回答 您想向ChatGPT询问些什么? 你现在是什么模型? 我是ChatGPT 基于OpenEye的GPT4架构开发的语言模型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 就这两天ChatGPT4O正式对所有人免费开放了 在这以前如果你想把它加入到Siri中 还需要一些繁琐的操作和OpenAI的API 虽然IOS 18已准备把脑残的Siri和AI进行整合 不过应该还不是一时半会的事 如果你也等不及呢 现在就有非常简单的办法 可以免费让Siri整合ChatGPT功能 抢先体验Siri AI版本 好,那么首先你需要安装好ChatGPT 和快捷指令这两个APP到iPhone中 当然你也需要有使用ChatGPT的环境 好,这一切就绪以后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过程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打开你的快捷指令APP 在搜索栏中 搜索ChatGPT 这里会看到一类子的官方ChatGPT脚本 一个是询问ChatGPT 另一个是与ChatGPT开始新聊天 随便选一个把它取消掉 再回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多出了三个脚本 有ChatGPT3.5和4欧 包括Dynamic 接下来我们把ChatGPT加到快捷指令中 点击询问ChatGPT这个脚本 右上角的这个三点 选择新建快捷指令 点开指令右边的箭头 勾选开始新聊天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选择模型了 我们可以选择最新免费的GPT4欧 当然现在限制还是比较多 如果你用量很多的话 也可以选择3.5 这里我当然是选择最新的ChatGPT4欧 最后点击右上角的完成 这样简单的操作下来 就完成了Siri和ChatGPT的整合工作 再来看看怎么用 呼出Siri 询问ChatGPT 这样就是让Siri调用的ChatGPT了 比如我们问问它现在是什么模型 你现在是什么模型 或者规划一个4天的首尔形成 当然因为Siri日常设置的中文 对ChatGPT识别不是很好 呼出不是很方便 回到快捷指令App 长按它选择重新命名 把名字改个你觉得非常方便的就可以了 比如我自己就用AI回答这个名称 好我们再来看试试效果怎么样 Siri 用AI回答 您想像ChatGPT询问些什么 整个操作其实非常的简单 但效果还是不错的 在Siri真正实现AI功能之前 着急的你 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玩一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段内容 不要忘记点赞转发 关注我的频道 一键三连对我非常的重要 我是小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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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